唉 你搞什麼呀 為什麼搞成這樣 真的 跪一跪 起床 一叫兩次 叫一叫 咳 一點點 還在哭 痛 我那時候怎麼痛 去到那裡是這樣 咳咳一零 還有那個東西畫 咳一聲 就是這樣 但他就真的哭了 我由機場坐 又起床 又起床 他要承著我 他說 幸好我們的行李可以拿著凍體場 去到機場 車鑫我都站不住 車鑫我按著我都站不住 我們快點給我一個輪椅 他說要等十分鐘 我說 啥 十分鐘 麻煩你扶我去坐坐 我站不住 我這樣按著也站不住 後來機場給我一個輪椅坐 從機場就有人帶我們去 車鑫我們去 車鑫我們 去吃東西那裡 我說 麻煩你推到我醉進去的廁所 他又幸好 他不檢查 他真的好 我真乖 他那個行李不檢查 給我們做拐掌 我又不敢喝水 只喝了一杯小的咖啡 全天 只去了一次廁所 上機也是 女兒肯給我一瓶水 我們不要給我喝 我乾到熱了 下機的時候 我不敢 但都去了一次廁所 那些人幫忙 我去了一次廁所 說幫忙 你不要幫我 讓我拿著椅子 你幫我 那條路這麼窄 不可能 他又坐在我後面 一下機 我立刻已經壓他 他說 你不用緊張 他來了 空中小姐立刻叫他來我那裡 那幫我 扶我 因為我連起床 因為沒有 用不了力 膝蓋都腫了 要這樣 要拿著兩條椅子 這樣起床才能起床 那現在看了醫生了嗎 看了啦 有沒有好一點 誰知道好一點 都拍到飆了尿了 哈哈哈哈 你笑什麼 這樣真的會拍到飆了尿的 那一下 其實在這幾年裡 他已經第三次了 第三次 又打了 golf 我叫了他慢一點 不要踩到沙子裡 他懶得 懶得自己在沙池上 打上去 但我的球打都會來 但起不回身 一走上來 嚇死他們 又嚇死弟子在那裡 每一隻走上去 他是啪啪啪 很大聲 像像樣根拍拔指一樣 每一下 嚇到他們死了 那導演又幫我拿東西 因為他們打球去的地方 又要坐船 又要行山 又要坐巴士 現在不打了 不需要 這麼遠 又一次 總之三次都是因為心急 這次都是心急 一轉身 又打了 因為我的刃帶鬆過幾次 我那個膝蓋的人帶鬆了 我如果一大力 他不是 上一次人帶 他這次是膝蓋的 那塊叫做什麼 半月板 半月板上了 你想想多痛 那半月板本來就在這裡 你感覺到他上去了 停住了 不能動 哇 很痛 昨天我跟媽媽說 我媽媽 你真的要慢一點 我媽媽說 不要說啊 你痛 不是痛在我身上 痛在你自己身上 不是 其實我覺得可以避免 這個情況也提了很多次 但每一次都忘記了 我提到已經是 不是 那個護室 其實每一次帶那個 其實就可以避免每一次的情況 但每一次都忘記了 我這一輪會很勤奮帶護室 但當他沒事的時候 你又會很不勤奮帶護室 是 即是很失格的人 很失格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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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很多護室 其實我很多護室 不是 其實將護室 每一次提一下 你無論去哪一次軟行 都叫他放下去就可以了 真的 現在已經沒那麼腫了 剛才我看到腿腫了 現在沒那麼腫了 昨天腫了 都是把手指放進那個洞裡 多深 我習慣了 已經知道了 我放了兩個枕頭 真的托高一隻大腳來睡 有用的嗎 真的有用 反而他們經常說立刻擺雪 但我看的是中醫 他們叫我千萬不要擺雪 那究竟應該擺雪 還是不應該擺雪 我想問問大家 不是 真的是 是嗎 六親 六親 六親擺雪 一定擺雪 是否要擺雪 他起泊一件事 他不會再燒下去 燒或六親都要擺雪 燒掉我不懂 六親一定擺冰 一拉傷 不是燒掉 拉傷或六親 你立刻擺冰 他不會起泊 不會再燒進去 是 你現在腫了就擺冰嗎 我不擺 我看的是中醫 我不敢擺 擺冰就被中醫罵 擺熱膚就被細醫罵 所以我是不擺 是 我兩個都被人罵過 那你這次有沒有問過中醫 其實就是我這次這樣的情況 即時我除了來看醫生之外 有什麼可以解決到這個方法 他說 叫我帶護膝 叫我走路 不要那麼快 還有 除了護膝距離 幸好是膝蓋 他今天說得對 是 你們現在老 你們骨耳骨之間 人帶的東西 遮你沒有了 你不要 你不要 駕車 搭車 不要轉身 跟人說話 轉身過去 要整個身靈 這件事是可以在你的腰骨發生的 嚇到我 我們這樣的年紀 突然一轉身 是可以在腰骨發生的 即是等於我叫你在車上 你不要這樣拿東西 嗯 一樣的 有時候你會很心急 不行的 這樣拿完 這裡的肩膀就不會 黑妹姐 其實如果你要看到這個媽媽的話 除非她應該生病了才會這樣 她生病了也不是這樣 你看她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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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回來 還要回來 還要去一個派對才回家 那我答應了別人 我全晚沒有睡過 又痛又癢 我沒有睡過 我一定也沒有睡過 我們一下飛機 我已經計準了時間 一下飛機 我乾爹生日 那我有什麼可能 不可以 一下飛機 連著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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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車載我去 但是那個司機 真的要感謝她 她給我一把傘 沒有那把傘 我根本不可能 在蘭桂坊那裡 那條斜路 是不可能 你還去蘭桂坊嗎 我們去蘭桂坊 那裡有一間酒樓 食物 我不是去蘭桂坊 你以為我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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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有把傘 她又下雨 好多有把傘 把傘動一下 為了把傘 把後面那些行李 很可憐 那司機很厲害 她為了找傘 給我 把我的行李 全部掉到車裡 不管後面的車 慢慢撿給了我一把傘 有兩把高一點 一把低一點 不是傘有用 原來傘是如此有用 可以擋風 擋雨 遮太陽 做武器 兼做拐槍 遮太陽 遮太陽 希望你快點康復 康復 可以的 康復 是要消腫 康復 康復 我立刻行得到 至少行得到 醫生說行來看 我問你行這麼快 都不是快 是一二 我要像偽爛 要慢一點 慢一點 還有 現在我們剛才做的 她是站起來 要慢慢起 站定 血液走了 才可以走 她說包你一個星期沒事 但如果你又起又落 又起又落 她就幫不了你 因為我這隻腳扭了三次 我的印帶是習慣了 如果腳扭了 就很容易 叫她不要弄 真是好 我不是想忍 你問她 我大聲叫 歐陽外面很害怕 所以乖乖地了 麻煩 要乖 乖乖地了 你以為你還是三五萬 五萬 二十三萬 可能是 我不記得幾歲 二十三個三個就可以了 我不記得幾歲了 沒有時間就寄她 但真的 有一個很快的人 突然要改晚 你也要給點時間 你也要給點時間 我們其實給了很多時間 是嗎 是啊 我講了很多年了 講到 也不想講完 心急 是啊 是啊 真的 我真的要多謝大家 很多人關心我 嘩 我今早的電話完全不停 我的孫子 多害怕 孫子 媳婦 最傷我拍這張照片 還有我們大陸的親戚 朋友 香港的朋友 每個人都說 你幹什麼 我們怎麼知道 我今早看到Facebook 我 我 因為我給了 Alice 幫我放上去 我好多謝大家的關心 又多謝粉絲的關心 所以我們決定 11月12日 我都沒事的了 我們開Fan Club 這次我不擺下午 我想和大家吃下晚飯 聽下歌 舒服點 不要來吃飯 抽獻獎就可以了 你明白嗎 請問 我們會不會有嘉賓的 都說明有歌唱的 當然有嘉賓 你聽我唱就行了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還有什麼嘉賓 你叫了沒有 叫了已經好幾個了 當然 有黑妹 我有中年好聲音 有些朋友 中年好聲音 一 不是二 一 二不出得來自 還沒做完比賽 中年好聲音 一 為什麼我想搞夜晚 就是因為有他們 我想搞夜晚 大家可以吃和飯 唱歌 這真的是晚飯 整天午餐都說 唱歌 抽獎 走吧 很急 很急 我們早點吃飯 例如六點半吃飯 星期二 我特意選擇 六點到六點半吃飯 七點半八點半都完 對不對 想喜歡留下 就唱歌 我們可以玩得更開心 不用說 下午兩小時 兩小時 要交場 那就好 吃晚飯便好 到時見 11月12日 2023年 嗯 肥媽フェンカップ 見